现在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内体坛 在明天晚上举行的足球杯赛上 上海生花队将在客场挑战长春亚太 上海生花全队昨天晚上已经飞复长春 而根据五星体育记者的消息 为了继续调整时差 德罗巴在上海再多休息一个晚上 在今天上午才飞复长春和球队会合 尽管教练组依然没有肯定地表示 德罗巴将会首发 但是按照目前的状况 德罗巴在明天的足球杯上上场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